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算是个幸福的女人 丈夫勤劳能干 家境也不错 更让人羡慕的是 碧丹还有一副娇好的账象 1940年 日本人占定了碧丹的家乡 先是县城轮陷 接着日寇时不时的下乡扫荡 建设据点 没有过两个月 日本人就在碧丹家20里地外的一个路口进了炮斗 并驻扎一对士兵 自那以后 日寇就把触脚伸到了碧丹的村庄周围 日寇第一次进村来扫荡 是在那年的几月 日寇抢了东西 还男男女女抓走了十来人 那一天 碧丹因为早有准备 他抱着小孩成功躲进山里 但是村里很快就建立了伟政权 国破家王的时代 如何去躲避呢 村里的人头花名册 早就被交到了日本人的手里 据点里的日军小 队长也盯上了碧丹 所以 日寇第二次再进村时 碧丹就没有那么幸运 那是九月底的一个下午 一队日本人进村直接围住了碧丹家 碧丹还没有明白过来怎么回事 就被绑走了 跟同村的另外两名妇女 一起被日本人用牛车拉到了炮楼里 他们先被关在一起房间里 等日本人吃过晚饭后 就来了一个士兵 把碧丹带到一间比较干净的房子里 碧丹说 房里点着红蜡烛 比家里的大油灯亮 他一眼就看见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坐在椅子上 他冲碧丹笑了一下 又说了很多话 但碧丹一句都没有听懂 也不敢插嘴 只是低着头 胆怯地站在日本军官面前 展开全文那军官讲完话后 就起身把碧丹拉到他的身边 碧丹害怕地全身发抖 但是 他不敢反抗 只能任凭日本人的摆布 日本军官在碧丹身体上得到心满意足以后 就穿着衣服走了 走时 他把门缓锁上 又派了一个伪军在门口 站岗 那一夜 碧丹心里非常害怕 怎么也睡不着 他想着白天发生的事情 一个人坐在那里静静地流眼泪 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丈夫和孩子 甚至想到了自杀 却又担心自杀后 儿子没有人抚养 就那样 碧丹在房间里坐一阵 躺一阵 一直到天快要亮了也没有睡着 倒是那个日本军官又回来了 他把门打开 窗了进来 一句话不说 就把碧丹掀翻在床上 撕扯掉衣服裤子 也瘦般地把他压在身下碧丹说 日寇军官只喜欢我三个晚上 把我折磨了三个晚上后 到了第四天 他就把我丢给普通士兵 那是因为到了第四天 日寇又先抓了妇女进来 那队长又挑选了一个年轻漂亮的 而把碧丹丢给了普通士兵 自那以后 碧丹的遭遇就更为悲惨了 不管是白天和黑夜 都要遭受本兵的欺负 每一天都要被日本人折磨到精疲力尽 持续了一个多月 碧丹终于坚持不住倒下 那时 家人正好再找关系营救他 于是 日本人就坐顺水人情 收了一笔赎金后把他放了 碧丹是二战时期日军四十万未安妇中非常普通的一个 但也是比较幸运的一个 还能活着回去 更多的未安妇都惨死在日寇的磨瓜之下 他们就像尘世间的一粒尘埃 早就被人遗忘了 来源网络版权规原作者所有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花�� 钱 帅 妞 妞 hint 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